好 同学 注意看一下 这个立委的选举制度 第十届立委选举的结果 根据下表来判断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他的表是长什么样子 好 民众党 拿到五个还不错 而且他都是靠不分区 就是靠柯文哲的个人魅力 他区域真的都不行 尤其台北市全军覆没 时代力量也不错 区域全挂 但是不分区还是可以拿到三个 还不错 五个三个 台湾基金就是台中3Q 3Q陈柏伟 他还蛮厉害的 打败严家 他一个 不分区没有分到 5%都没有 五党级有四个 蛮厉害的 原住民有一个 所以这边有五个 这个可能没有在我们这个题目的讨论范围之内 国民党水溃 区域拿了22 原住民拿了三个 其实原住民全部才选六个 三个是山区 三个是平地的 所以有三个原住民是国民党的 那不分区也拿到13 你可以发现 国民党跟民进党在不分区拿的是一样的 对不对 好 再来 就代表 嗯 其实这两个党 如果说以这个区域来看的话 你看民进党区域拿46 这个很可怕 哇 这个超高 这个这个当选率 可是好奇怪 为什么不分区跟国民党拿一样 代表说 呃 分裂投票 就是我 假设是我啦 我区域 我就投民进党的 政党票我就分给国民党 所以会有这样的状况 好 总席四就是113 帮大家复习一下 113位当中 有73个是区域选出来的 6个是原住民 34个叫不分区 合在一起叫113 这个叫什么专线 富佑保护专线 好 感觉立委都被家暴这样 好 看一下 A 去立委采用单一选区 相对多数字 有利于大党的生存 可不可以标准答案 没有问题 这一定可以 啊 我不管你有多少人出来选 我一个选区 就是只会有一个当选 我管你要10个出来选 所以A可以 B 原住民立委是采政党名单比例 no 政党名单比例是不分区啊 你原住民基本上还是挂在区域 我说了 三个山地的 三个平地的 三地原住民哦 我想一下 泰亚族 平地原住民的话是阿美族 有人说那个原住民的选举 因为我老是有看一些那个 那些研究论文就有讲说 其实原住民给他分三地跟平地 这个 这个分法其实很诡异 因为原住民他们现在的生活啊 也不一定说都只有在这个地方 所以他这个是这个另当别论 好 C 部分区立委席是采用 蛤 这个是采用政党的那个 这个 政党票吧 好不好 这个不是单一选区 我们都说PR字 比例代表字 好 再来 我国立委选举制度采用 病例制的选举计票 教育形成多党 错大党 那什么时候才会多党 连例制啊 像德国他们就是用连例制 什么意思 他们全部都是用比例代表字 你懂吗 他不像我们还有分区域啊 他们最简单 你就投你喜欢的政党 让我们再分配下去就好 好 所以我们这一题答案很明显选的是A 就是单一选区两票制 而且是病例制 会让大党选得很轻松 小党很累 好 答案选的是A 有利于大党